月经迟来多久就可以验孕 贾小文西电集团医院 赋产科主任医师 月经迟来多久进行验孕 一般情况下 只要你受精卵一灼床了以后 我们可能就会从血中就可以测出来 你是不是受孕了 一般灼床期的时候 都在月经的20到24天的时候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你到月经的第30天的时候 就可以去测血 基本就能测出来 当然你测尿测不出来 那血是比较准确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月经30天的时候都能测 如果是受孕的时候 测血的时候应该能测出来血HC 我们也叫绒毛膜粗性腺激素 这是怀孕一个特殊的指标 也是很特异的一个指标 专家提示 月经的第20到20次受精卵灼床时 月经的第30天的时候就可去测血 测血叫测尿更为准确 血HCG 也叫绒毛膜粗性腺激素 是怀孕特殊的指标 也是特异的一个指标 就能留下 Moj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